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平均两年生一个孩子的速度 熟悉已经为李家带下了两男两女 公公李肇基特别喜欢孩子 许子熙在一路生小孩的过程中 公公李肇基就一路送其大礼 光是金钱就奖利了十个亿 李肇基作为老一辈的豪门 对于家族的开支散业看得特重 在他看来 只有人盯心吧 家族才能经久不衰 李肇基膝下有两个儿子 薛子齐的老公李嘉诚是老二 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大伯李嘉杰 和弟弟李嘉诚不同的是 李嘉杰至今还没有成家 相比弟弟李嘉诚已经有四个孩子 哥哥就更显得顾家寡人了 看着弟弟越生越多 虽然没有结婚的李嘉杰 却通过代孕的方式 为李嘉生了三胞胎男 让只想抱孙子的李肇基却十分兴奋 当时就立刻飘洋过海去看孙子了 没有婆婆 也没有周礼 徐子齐虽然稳住李嘉女主人的地位 但是看到大伯一下生了三个男孩 徐子齐也难免会有威胁感 尤其是面对特别注重传宗借贷的李嘉而言 孩子更是特别的重要 这也许就是徐子齐为什么十年生了四个孩子的原因吧 李嘉在香港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虽然每年首富都是李嘉诚 但是在今年新出的榜单中 李昭基终于超越了李嘉诚 成为了香港的首富 这些庞大的资产自然是需要自己的儿子孙子来继承 但是如今年事已高的李昭基 目前还没有对资产有一个明确的戏分 虽然李昭基目前还没有表态 但是兄弟俩为了家产也一直在暗中较劲 知道李昭基喜欢抱孙子 所以即使没有结婚的大伯 也人工受孕 了三包他生了三个儿子 这一举动也让党没猜测是为了增加产做出的举动 虽然生了四胎 两男两女 但是相比大伯家的三包他男婴 徐子齐依旧还是有满满的危机感 徐子齐为了巩固在李嘉的地位 在连续生下第四胎儿子以后 现在才过去一年多 又开始准备追选舞台的计划 让网友纷纷感叹 豪门媳妇真不好当 虽然一直被网友质疑嫁入豪门刀生死工具 但是徐子齐结婚后老公对他一直宠爱又加 他也一直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幸福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只要自己过得幸福 外界的流言蜚语 Who care 我说这笔子不分开期待 暗点 富 serum 什么 咱